深圳蒸汽石锅鱼 现场即叫即整 奶白色的鱼汤 鲜甜又香浓 有益健康 小朋友都很喜欢喝 请大家看影片之前 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叫做K4Gala 大家好 我是Miu 今天来到鱼上鲜蒸汽石锅鱼 老板很好 知道我们过来就说随便点 我就选多点上一次 没吃过的菜式去推介给你们 例如我想吃很久的鲜花饼 有个姜柄瓜 听说是很好吃的 姜柄瓜是比较少见的 另外就有一个次里汁 这里的次里汁 老板说是可以美白养颜的次里汁 最推介当然就是那个鱼汤 因为是一个石锅的蒸汽 你可以看着它 直接整条鱼放进去 然后煮到变成奶白色 那个鱼汤是超好喝 我上一次就是跟爷爷妈妈过来吃 这次特意带家男和爸爸过来吃 我这次全部都是单点菜式 点了14个项目 如果你们过来 就可以看看大众点评的套餐 有很多很划算的套餐 都很优惠 我们现在快点看 餐厅位于黄江村 那个前往路线 我放在影片的最后方 因为其实很容易来的 黄江村在福田乘搭一个站 在福文站走过来是很近的 这间餐厅的鱼汤 真的很出名 而且超好喝 我们上次和今次都叫了干豚鱼 它就在这里一个新鲜的干豚鱼 立刻在你面前 立刻做个鱼汤出来 而且它这个石锅 是180度以上 是很热的 它一开小小蒸气 已经是水可以立刻滚的 是很夸张 它开始有一条鱼上给你 是新鲜汤的 然后就撞一个有些蔬菜 鱼腹的汤 我现在就拍给大家看是怎样做 店员就首先放鱼在石锅上 加了少少柠檬汁 是没有任何调味 也不需要胡椒粉那些 但它是做出来很鲜甜 你们一定要过来喝这个鱼汤 暂时深圳鱼汤 真的我觉得这间是最棒的 暂时它一盖起来 四分钟就煲好了 因为这个蒸气是很厉害的 180度 它可以在几秒之内 就让整个水滚了 所以几分钟就煲了汤 你看看 冰箱白啊 超棒啊 如果你很喜欢喝奶白色的鱼汤 这间不可以错过 而且你不要以为是很贵 但总点凭有一些套餐 只是198元 你就可以喝到这个鱼汤 又是特意带佳南过来的 我现在这么忙 我也是一个星期煲一次汤 但我都很少会煲鱼汤 因为鱼汤又要煎 又要煎 是比较麻烦 我现在没有这个时间 所以直接带它过来 还有现在佳南手上的那条 那个食物呢 佳南自己起码吃了半碟 它简直就是西式的食法 好像用面包来点汤吃 这位小朋友是很会吃的 它这个叫做回香小油条 亦都是一些云南的食物 这间店都是一些推介的菜式 回香小油条 如果你没吃过 我都建议你可以叫来吃一下 15元一大碟 你看这个样子 以为是一些脆的饼干条 但其实不是 它真的是油炸鬼 不过是小了 缩小了 吃下去是酥软的 软身的 你看看那个水 加完汤都不用一分钟 已经滚到棒棒 就要立刻删细了 菇菌拼盘一定要叫 6拼才是108元 其实这些菌类是很贵的 如果你自己买它 还要给你一次过试完6款 这个是一定要叫 我现在这些都是单点的价钱 其实你叫套餐 套餐便宜很多很多 一半以上便宜 我现在只不过是单点给你们 看多些款式 单点的价钱是作为参考的 这些菌类全部都是超健康 而且对皮肤很好 我仍然最喜欢的都是竹笋 还有那个黑鸡蟲菌 应该是这样读 羊肚菌我也很喜欢 不过这个拼盘就没有 这个是鲜花饼 我都没有试到 就被佳南吃光了 他一个人卷了整碟 这个 爸爸有幸吃了一口 他就说是甜甜的 又不是很甜 而且有些花香味 这个是酸梅汤 老实说是比较甜的 我就喜欢另外那个 刺梨汁多些 因为那个刺梨汁 现在深圳都很轻饮 因为那个维生素C 是非常之高 又说可以美白养颜 好像比柠檬更厉害 油条菲 有些鱼籽烤滑 这个也挺特别的 将鱼籽和鱼籽釀到油炸鬼里面 有三重口感 但是呢 我就觉得 因为这是火锅 要烤熟了之后 就浪费了油条 本身油条 我夹下去的时候 夹得是脆的 然后呢 哎呀 掉了 烤完之后 就变了淋了 茶底汤圆 我因为这个样子这么漂亮 所以叫的 里面是芝麻餡 OK 挺有趣 8元而已 8元有两粒 不妨试一下 挺漂亮 里面是芝麻 之后的是黑虎虾滑 有6粒 我喜欢吃 我觉得这个 是比刚才的油炸鬼虾滑 这个是出色一点 这个主要是给小姐吃 因为同亲一些一粒粒粒粒粒的东西 他就很喜欢 他就会吃 如果他改变了形态 变成虾饼 他就未必会吃那么多 这个是雪花肥牛 如果我自己腌尖 因为那个鱼汤太棒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吃红肉 就不是特别出色 这个是姜柄瓜 大家可以试一下 其实它是一个云南独油的南瓜 吃下去有点像脆肉瓜 但它就像芋头那种乱滑 还有好像南瓜有点脆脆的口 我觉得是好吃的 这个脆肉瓜 极品鲜屋徒 这个爸爸自己塑上一碟 你看它切到那么幼 你想像到 六完之后是更幼 是超幼 但就会很爽口 真的像一个小食 爸爸就很喜欢 三色面 都是要叫的 始终火锅 都要吃一点点主食 12元有三个 不同颜色的 OK 主要都是给小姐吃的 另外这个要留意 水蒸鱼皮 18元是超划的 这么多的鱼皮 是很爽的小食 我原本想要给我自己 但怎么知道是很辣的 你不要看它好像白色那样 另外这个得意 都是云南特色菜 你看起来好像薯仔 是不是 原来录完之后 好像脸膏 脸膏的口感 蕴蕴蕴蕴 三颗色 其实是一样的 都是没有什么味道 要点调味料去吃 这个挺有趣的 也拍一些套餐 给大家看看 大众脸评里 一定要有 你看看 双人餐 198元 已经包括了 有那个蒸汽石锅鱼汤 另外有些红肉 豆腐 蔬菜 还有主食 另外再单点一两样想吃的东西 其实两个人够饱了 刚才说过了 福田口岸直接搭4号线过来 13分钟 因为是搭一个站 福民站走过来 5分钟左右就到 如果你在黄江口岸过关 搭7号线去到黄江村站D出口 走过来都可以 好容易找 就在麦当劳旁边 你知道黄江村的麦当劳在哪里 你就会来这间 如上仙蒸汽石锅鱼餐厅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介绍 过来饮鱼汤 记得记得 淋走之前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叫做K4嘉楠 拍下餐厅环境给你们 下次见